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有关笔的进阶应用 尤其是有关几何上面的应用 那首先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变长成变长就变长平方 圆的面积是半径平方成排 这个不是我要带大家认识的 我们本来就要知道 那因此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两个正方形 它的正方形和圆 它的面积比 只有正方形跟圆才可以 面积比 正方形的面积比就是变长比的平方 可以吗 那圆的比呢 就是它半径比的平方 也就是说我有两个正方形 一个边长是2 一个边长是3 所以它的面积是4跟9 所以如果我两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2比3 它的面积就是4比9 如果我有两个圆 它的半径是1比2 它的面积就是1比4 平方 平方 可以吗 这个就是正方形跟圆 其实不只是正方形跟圆 正三角形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学到了这个国二 国三上 好像是国三上 我们会国二下 我们会学到相似型 相似型的时候你就知道相似型的面积比就是它变长比的平方 这个听过就好 那从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有一个把 这个标把上面 这个大中小三个圆把把面分成三个部分 第1个是甲 它是一个环 第2个是乙 它也是一个环 第3个是丙 是一个圆 这样子分成这三个区域 射中各区域的得分和该区域的面积成反比 也就是说你那块如果越大块就越容易中 越容易中的话你的分数当然就要越低 所以它的这个是设定 它游戏规则 就是说你的这一块的面积跟你的得分是成反比的 如果这三个圆 1 2 3 三个圆 它的半径分别是2 比3 比4 射中以区得的是10分 请问射中甲区要得几分 那这一题呢就是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复杂要推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圆半径比分别是2 比3比4 所以第1步你要先求 三个圆面积比 多少 那这个步骤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知道 那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半径比2比3比4所以面积比4 10昂的平方4比9比16因为这里有一个9在所以不能约就是4比9比16这样 那但是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答案不是4比9比16因为得分是看这个区 甲区是一个环 它不是整个圆 整个圆是16面积没有错 那甲区的面积是多少 所以我们第二个呢要求的是这个甲1柄的 三区面积比 所以大圆是16R中圆是9R所以中间甲这个环其实是16-9是7R那么中圆是9R小圆是4R所以其实以这个环是9-4是5R 那最后丙就是中这个小圆是4R所以其实这三区的面积比是7-5-4 对吗 那这个还不是答案为什么呢 因为得分 得分是跟这个面积成反比 所以 我们还要去找到这个山区的得分比 面积比是7-5-4 得分比是7分之1比5分之1比4分之1不是4比5比7喔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乘反比的话呢 它其实是导数的比 它其实是乘导数比 所以其实是这个 4分之1没写到 所以我们应该要同乘这个4乘5乘7 所以这边7约掉会剩下4乘5 20 这边5约掉会剩下7乘4 28 这边4约掉 4约掉会剩下7乘5是35 所以其实三区的比得分比是20比28比35 那他问甲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乙得10分嘛 那所以我们截取这一段下来 甲的得分比乙的得分比是这个20比28 那会是多少比上10分 这样子 这个地方就是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嘛 所以28乘X会等于200 那乘X等于28分之200 约4等于7分之100 所以其实射中甲区会得到7分之100分 这个就是这一集 所以要分四个步骤 算是四个 第一个 先从半径比取得三元面积比 第二个 从三个元的面积比取出三个区域的面积比 第三 得到三个区域的面积比之后 再算出他的得分比是面积比的导数 第四 透过这件事情 我又知道得到 射到乙是10分 去算出这道甲是几分 那就是这个问题 来看一下 上一次留下来的作业 我有两个举行甲跟你 那这一次他们两个不是正方形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使用边长比平方 我们要分开来说 长的部分甲跟乙的比是2比5 所以是2a跟5a 宽的部分甲跟乙的比是3比4 所以是3b跟4b 要注意你这里这个比里面约掉的这个a 跟这个3比4的约掉的部分是不见得一样的 就要分开射 那这样子甲的面积是6ab的面积是20ab 所以其实两个人的面积比是6比20 3比10 可以吗 再来 如果有一缸水只放热水需要两小时才会装满 那如果他其实是冷热水一起放一起放的话 需要装满只需要一个小时半 请问如果只放冷水多久会装满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 需要两小时会装满 也就是说水流的速度 热水流的速度 热水的速度代号是v我们写热v 热水流的速度花了两小时会装满这一缸水 那如果冷热水一起放 只需要花1.5个小时而已 那在这个现实的应用问题里面你会发现我这边装满这一缸水的东西是不变的 所以其实水流的速度是跟时间层反比 对不对 换句话说如果热水的流速是h 冷水的流速是c 那这样子这个 c加h c加h跟 这个热水的h比起来呢 会是1.5比2的反比 那反比其实应该是1.5分之1比2分之1 不过如果只是两个数字的话这个数字1.5分之1跟2分之1 同层1.5又乘2刚好就会倒过来变成2跟1.5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 冷水跟热水的速度比和热水自己本身的速度比其实是2跟1.5 2比1.5 那我把这个 两边都扣掉一个h 然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冷水 比上热水的话呢 他其实是 这个0.5比1.5 就是说热水本身占1.5啊 冷水加热水是2啊 所以扣1.5掉 也就是说热水其实流的速度是冷水的3倍 可以吗 那如果 只放冷水要多久才会装满 既然热水的速度是冷水的3倍 热水要花2小时 冷水要比他 多花3倍的时间 因为时间跟速度是乘反比的 所以冷水的速度是1 3 花的时间是3倍 所以是6小时 这种题目就是想清楚 那算法有很多啊 我这个 我这里写的只是其中一个算法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把他的这个关系 想清楚 同样的下面这一题 上山下山的速度比是1比3 如果总共花6小时那上山花多久 一样 速度 乘以时间 或是距离 那其实这个上山跟下山所走的就是同一条山路 题目没有特别讲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距离固定 他们所需要花的时间跟速度是乘反比的 那速度比1比3花的时间是3比1 他的时间3比1总共6小时 那如果上山花3r下山花1r合起来4r6小时 r等于1.5 所以上山花4.5小时 这就是答案 对吗 你看我们在 可以使用笔之后再来看速度的问题 好像好算一点 因为我们可以省略掉一些位置数不用去设 用笔的概念来推论 再来介绍这个部分是这个占笔的一个特殊的情形 那这个问题在 很多单元都可以出 因为严格来说他不属于国中的任何一个单元 要说的话有一点点算是最后统计的部分 班上英文及格的学生占全班的三分之二 数学及格占 二分之一 两科都及格的占三分之一 那如果两科不及格的有6人 请问都及格的有几人 这样 那这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设一个位置数 设这个全班有 X个人 这样子会比较好解 要不然的话都 不太好解 他虽然是以占比为名 但是其实他这里不是用比例的方式去算的 你直接把全班是X人的话呢 英文及格的是三分之二X 不及格的有三分之一 数学及格的占二分之一 不及格的占二分之一 那两科都及格的 占总学生的三分之一 那你仔细加一加你会发现这样会爆掉 就是说这样加一加就超过一 那其实是因为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题目我们 以前也看过一次在这里再看一次 他其实跟这个 笔没有关系 只是他用到了笔的这个说法 他的这个解题的核心在这里 这个图叫毛氏图 有一个姓毛的人发明的 但是其实他不姓毛 中国在某一个时期 就是在明末清初那个时期 大量引进西方科学 所以呢 但是因为引进西方科学 希望这个 中体西用 就是希望他还是以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来去运作的 所以都会把外国人的人名去改取成中文的 比如说这个 麦当劳是麦先生 麦可也是麦先生 然后可能这个人叫做什么 嗯 嗯 嗯 貓神之类的 不知道他可能叫做什么 那就把他翻成毛氏 这样子 就是姓 姓毛 姓毛的人叫毛氏 其实他不姓毛 来 像这个 这样子 Johnson 就会翻成 庄先生 那这里呢 这个毛氏图 我们要画一下 整个方框框是全部的人 里面 英文及格的是这个绿色的圈 数学及格的人是这个红色的圈 其实有一部分的人是数学又及格英文又及格的 那这一部分的人占三分之一 对吗 绿色的圈 绿色的圈占三分之二 红色的圈占 二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占三分之一 所以来想想看 这一个 葫芦状 这个葫芦状 应该多大 他其实是绿色圈加红色圈 这个涂绿的 他其实是绿色圈加上红色圈 剪掉这一块 就是剪掉中间涂起来的这一块 配合作色 这是红的 这是绿的 撇撇撇 可以吗 对不对 这个葫芦状 其实是这一圈 这一圈 但是这两圈合起来中间重叠了一次 所以我把这一次剪掉 所以 他其实是 是3分之2x加上2分之1x 减掉3分之1x 3分之2我们通成6 6分之4加6分之3是6分之7 减掉6分之2是6分之5 所以其实葫芦状行是6分之5 那所以都不及格的全部是x嘛 所以其实都不及格的是6分之1 对吗 然后他说两颗都不及格的有6人 所以6分之1是6人 6分之1x是6人 所以其实x是36 全班36个 及格的占 36的3分之2是24 及格的占24 因数学及格的占 36的一半是8 都及格的占 36的3分之1是2 所以 24加18减12 等于这个 42减12 30 所以 是36的6分之5 这样 所以两颗都及格的是30 答案是30 可以吗 这是这一题 那他其实跟这个比例没有关系 只是我们再说明一次 让大家看看 上次的问题里面 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 两个正方形面积比是4比9其边长比是多少 我们刚刚有讲了正方形面积比是边长比平方 所以a平方比b平方是4比9 所以a跟b其实是2比3 可以吗 那因为边长没有负的 所以取正的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abc 那他说三边长是4比5比6 4比5比6 他请问你这样子 这三个边长来做高 也就是说这个高 也就是说呢这个高是这样 这个是4比5比6 换颜色 b的高是这样子 那么c的高是 所以他说这三条高的比 假如说用a当底的高叫ha 用b当底的高叫hb 用c当底的高叫hc 这样子这三个高的比会是多少 那因为三角形面积就是底层高除2 除2就是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我不除2我把它2乘过来 这样子 那因为他面积固定了 所以面积乘2也固定 所以其实 在同一个三角形里面底跟高是乘反比的 所以他abc是4比5比6 他的高就是他们的导数 比是四分之一比五分之一比上六分之一 OK吗 所以来通分通到这个 60 通60 所以他是15比12比10 这就答案 OK吗 再看下面这个 他说如果这个三角形里面按下面这个方式分别切出了这块甲跟这块银 那么这两块的面积比是多少 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个概念 先听过就好了 还不会很认真的考这件事情 有鉴于这个三角形面积是底层高除2 是这个三角形 所以如果今天比不变 比不变 那么高的比是不是就是面积的比 他是底不变 对不对 这个变成不变的 所以其实如果底不变那高跟面积就成正比 或者说如果高不变 高不变底跟面积就成正比 也就是说到时候底的比就会是面积的比 所以这里 这个三角形呢 他画成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你左边这个三角形的高 用这个3R 他是3比1嘛 所以假如说3R跟1R 你用3R当底算他的面积的话 他的高要用这个 你假如要求大三角形 底是4R高也是这一个 你假如要求这个 甲这个部分 这个尖尖的三角形 细细的 底是1R 高也还是要用这个 所以他们其实高一样 所以高一样的话呢 那甲这个三角形呢 他的底 是1R 整个三角形的底是4R 所以其实甲这个三角形 他跟整个三角形高一样 他们面积的比就会是 这个 底边的比 所以甲是 甲比上整个三角形是1比4 甲是整个三角形的四分之一 可以吗 同样的道理 以这里呢 我现在这里是2比3 所以我整个大三角形 用这边当底的话是5R 可以吗 整个是5R 那乙的话呢 他的底只有2而已 他们要求面积的时候用的高都是同一个 都是这一个 所以 高固定 那他们在算面积的时候 他们面积求出来的比 就会是他们底边的长度的比 所以他底边长度比 乙比上整个三角形的话是2比5 所以乙呢 其实是整个三角形的5分之2 那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三角形去切出来的 所以 甲是这个三角形的4分之1 乙是这个三角形的5分之2 甲比乙就等于是 4分之1比5分之2 所以是 这个 这个 化成简单整数比同乘20 5比8 这是这个问题 最后来看一下上次之前留下的一个应用问题 那这个其实 计算起来蛮快的 90颗糖分成ABC三包 三包科数是4比5比6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就先把 这三包的科数都求出来了 所以 假设ABC三包分别数目是4 4R5R跟6R 那4R加5R加6R合起来是15R 是90颗 所以R其实是6 所以ABC这三包呢 他们有的分别是24和30和36 可以吗 从最多那一包取出一个放进最少那一包 从他哪一个到这里会变成 25比30比35 约5之后会是5比6比7 有一点神奇吧 从4比5比6拿最多那一颗拿一个出来 放入最少那一颗变5比6比7 这个就答案 乘上如果改成取出三颗呢 36取出三颗放进来 最小这一包是27比30比33 所以约3会变成9比10比11 这就是这一题 如果今天换个题目说加1比3包糖科数依序是2比3比4 从最多那一包取10颗放入最少那一包 结果他说三包糖的科数比变成8比7比6 那么原本应该是各有几颗 这个 那他没有给这个数字吗 没有给刚刚这个90颗糖的数字 没有关系 2比3比4一样设成是2R 3R 设 设甲包有2R科糖 一包3R科糖 平包4R科糖 我的位置不够大就不行 那么这个原本是2R3R跟4R 从最多这一包取10颗 放入最少这一包 这样子比出来是 8比7比6 其实中间这个不太重要 应该说我们只需要两个就可以算出R 你可以用这两个也可以用这两个 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后面 后面这两个好像比较好算 所以3R比上4R减10 是7比6 内向相乘等于外向相乘 18R等于 28R减70 所以10R等于70 R等于7 所以原本三包分别是 等于7的话是这个 1421和48 这就是这一题 可以吗 那么我们的这个比例的问题 就交到这里了 下一张我们会开始交函数 函数也是数学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在理化上面也有非常多的应用 那我们今天的科学商到这里